大家好 我是白拉仁 今次欢迎收看新股研究所 今次也是一样的 我会分享最近感兴趣的新股 希望我的分析会为大家带来投资价值 最近的新股比上个星期多了 其实这件事侧面反映了市况是很转座的 因为很多时候新股往往都是一些人 当炒完股票炒不可炒 热钱走过去的时候就会开始暢黄 或者是牛皮市 牛皮市新股也是一个热炒对象 因为原来都没有东西好炒的时候 这件事就成为一个吸引的地方 最近也有over了10只新股在招股 这么多只当中我会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我本来只喜欢吃 我会分享一只和食有关的股份 这间叫上资味控股有限公司 这个号码是8096 如果就这样看这个名字就不太特别 但如果看它经营的品牌里面 相信它曾经在香港会带来一些热潮 叫团获 它本身这间公司 它就是个业务 就是做一个会拉面的集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开拉面 应该是日本的拉面 是带来一个排队风气的 相信是他们带出来的 他们就是一间连锁的餐厅 其实在2010年中环已经开始做第一间拉面馆 现在其实去到发展到现在 它在香港、澳门和中国各地 都已经开始有拉面了 想回当年会在中环排队的其中一份子来的 那时排了一个多小时才吃 基本上排到什么都很好吃 其实在过去开发到现在 已经是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在铜锣湾、尖沙咀、中环沙田 都会有的分店 而看回他们的招股书 会猜不到的就是 居然是沙田 是他们上市的火车头来的 因为在2017年3月 它占的百分比到28%的生涯额 而中环是百分之15% 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数字 而是会是最惊讶的 其实是回本期的 大家想开餐厅的就可以看一看 你看看 比如说中环的餐厅 它什么时候可以收支平衡呢? 4个月 什么时候投资回本呢? 9个月 然后泰股城 更加厉害的 一个月就可以收支平衡 4个月就可以回本 相信这些数字 应该都跟那里的地方 有没有美食有关系的了 所以这些是可以做一个 开餐去做参考 但是这个数字 我相信已经越来越难可以突破了 因为 其实你看看行业 这个算是 日本日式拉面排名 这个是第3 其实 如果 会说朋友 看看 品牌A和品牌B是哪间公司 大家可以 订阅一下 我也想知道那两间 是属于什么品牌 品牌A 香港只有三间铺 但是市场只得到9.7% 品牌B 7间 8.8%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这个 但是其实你见到 会日式拉面这个竞争上 其实都越来越大 因为 你会看回 它的租金成本 很多东西都提 会涨 就算你说 在大陆 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做呢 都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做 深圳 有700间 广州900间 上海2000间 其实 都是相对 难搞 但是你说 站在香港 他相信 都会说是一个 好的选择 因为他本身 他的集资的额 其实 他会有六成 在香港开店铺 因为 他都相信 看到大陆难做 所以 都会尽量 都放在 香港的 去经营 而他当中 其实 这间公司有几个 特别的地方 首先 他独立非执行董事 我们会 相似是比较知名人士 首先 这个是 何俊颜议员 他就是 鱼龙界别的 立法会议员 他就是 其中一个 比较有名气的 一个 董事 不知道是否 是他本身是 他的理议员 都是鱼龙业 会认为 入货方面 而另一位 大家都会 得知名字 我会和 我们同事 说 可丽全 是懂得任何人 大家和我 都想起 他曾经 在TVB 做过 他现在 出了生 会在不同 机场行 同时这间公司会说是独立非执动 这两个是相对其他公司会比较特别 接着就会说这间公司的投资价值 其实这间公司的招股价钱 会在四毫至七毫之间 换换市值大约是2亿至3.5亿 这是否很吸引的数字 如果是3.5亿当然不是很吸引的数字 但2亿的话是可以再看一看的 所以如果是投资策略上 我会觉得与其是被动 让他们知道定价是多少钱 那我不如先等一等 等他们出了去招股反应结果才再看 因为这些比较有名气的餐厅 或者是一些有概念的餐厅 很多时都有一个炒一炒的价值 例如我们最近的2360 2360就是其中一个 我会说是例子 它本身是优品360 然后再炒下去的时候 也炒得不错 另外再数上年的股王 1705 那就是奶茶概念爆上 之后大家都赚到盘满盘满 这些公司是否纯粹去看股值高年低去想 这是其中一个指标 因为如果3.5亿是否真的可以炒上 5成1倍到7亿8亿呢 我不敢担保 但是你说它2亿定价 或者2.5亿呢 那就可以再看一看 但这些呢 既然是一些不确定性的话 我就会宁愿将这些机会 等一等先 等到到出了招股结果 然后再再看一看这只股票 也不迟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的节目 Line and Share 和GT是Sky Finance 会理生刚才的这几间公司 我都并未持有相关的股份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